沈思太太手不由地一抖 忙错开了目光 将视线落在那些堂上 这些东西可真好看 这是要拿出去卖 不是 只是拜访太兴县里 有名人家送去的茶点心 拜访太兴县里的人家 婉宁点点头 我们的商铺不是做茶叶买卖吗 我们就选上好的龙井 送给土真富商 茶要送 茶点也要送 昆哥的目光还落在可爱的猫爪堂上 现在能吃吗 还不能 万宁看向厨娘 上面也要盖一层我们炒好的面 现在这种天气 大约半个时辰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从厨房里出来 万宁看了看时辰 不能让李大太太等太长的时间 沈思太太喊手 我让人去准备车马 沈静元还是不放心 到姚家要处处地小心 若是过得不舒坦 就让人造信给我 我和你舅母 要在太兴住上一阵子 舅舅是因为担心她 所以才不走的吧 舅舅今年不去变赛 沈静元摇摇头 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 换盐饮用的粮食越来越多 有人用杂糙米上仓 还有人用白条怼盐饮 这次回来 我是真要买些粮食 原来舅舅是真的要买粮 这件事受是一定知晓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有底气地卖粮 沈静元不想多说 你那茶铺上的掌柜刚好在长州府 这几日就能过来 婉宁说 我已经想好要怎么办了 就要辛苦舅舅等那掌柜尽了太星 就开始操办 准备东西 到那掌柜来办事 不过是几天的功夫 婉宁将提前写好的东西 递给沈静元 等掌柜来了 舅舅交给他 我不一定有机会一直来这边 想要见面还有别的法子 不能逗留的时间过长 免得李家那边不好做 婉宁起身告辞 沈斯太太和坤哥 将婉宁送出门 临上马车之前 婉宁转过头来看舅母 还不知道 坤哥的生辰是什么时候 是三月初五 沈斯太太笑着说 三月初五那天 是坤哥的生辰 婉宁慢慢地思量 母亲还没回扬州的时候 舅母就怀了坤哥 那时候我们都还不知晓 母亲是六月被休 这样推算 舅母那时候已经有身孕 沈斯太太神情微微已将 手紧紧地拉着坤哥 你年纪小 不知道这里的道理 那时候 谁也不知道 连我也不清楚 后来你母亲 出了事 我们就没有往外消息 舅母生下三哥哥之后 小产过一次 多少年一直用药补着身子 母亲还从经理烧药给舅母 后来舅母好像不太吃药了 要给舅舅纳妾 因此还跟母亲哭了一场 婉宁蹲下身来看着坤哥 坤哥 你想不想找个好的先生来教你 坤哥点点头 想 那就好好读书 婉宁伸出手来 整理坤哥的衣襟 你好好读书 我们一定会请到好先生 婉宁看着坤哥那双 和他一模一样的眼睛 闪烁着恳切 坚定的目光 伸出手臂将坤哥抱在怀里 旁边的沈斯太太差点惊呼出声 婉宁已经十二岁 坤哥六岁 这样的举动未免太亲密了些 除非是亲生姐弟在家中才会这般 沈斯太太没有料到婉宁会这样 婉宁在坤哥背后微微笑着 真好 若是他有半分的软弱 就会病死过去 不可能会见到坤哥 日后更不会将母亲接到身边 他喜欢坤哥 那种血亲般的亲密 他想要伸出手来抱抱他 人生就是应该这样 欢喜的时候就该欢喜 难过的时候就该难过 不要遮掩着 更不要躲藏 这是活着最大的快乐 怪不得舅母会和坤哥说 她是坤哥最亲的姐姐 最亲的姐姐 也许就应该从字面上 来了解这句话的意思 坤哥和他这样的相像 舅母每次提起母亲 都是又感激又愧疚的神情 见到他时 想让坤哥和他亲近 却又不由自主地 攥紧坤哥的手 舅母总是忐忑又害怕 好像怕谁会将坤哥 从他身边带走 这样的情绪 不会出现在一个生母身上 舅母的表现 像是一个过度担忧的养母 按照坤哥的生辰 和舅母方才的话 如果是母亲离开姚家时 才发现有了坤哥 大有可能会将坤哥留在沈家 一来 坤哥是男孩 回到姚家 继母能不能容得下 这个嫡长子 二来 舅舅唯一的子嗣 先天不足 如果有了坤哥在沈家 沈家不但有人成绩 母亲日后也会有人奉扬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说不定坤哥就是他的亲弟弟 他可以张开嘴问舅母 只要问问舅母 就能知道答案 但是现在 他不能问 舅舅和舅母这样的小心翼翼 他不愿意再给他们 徒增负担 无论如何 他都会将坤哥 当亲弟弟一样 宋婉宁上了马车 沈思太太直接去了堂屋 沈静元正看手里的账目 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 看到的是妻子脸上的泪痕 怎么了 沈静元皱起眉头 下人陆续走出屋子 沈静元和神情恍惚的 沈思太太一起进了厕室 坐在临窗的大炕上 沈思太太忍不住哭出声 老爷 我觉得 万宁都知道了 一句话没头没尾 本来刚才还好好的 现在就伤心起来 怎么回事 万宁知道什么了 沈思太太抬起脸 眼睛已经通红 知道了坤哥的事 这下轮到沈静元 惊讶 半晌了才说 万宁问你了 问出这句话 他仔细地看着沈思太太 生怕听到什么 他不想听到的回答 至少现在他不想听到 没有 沈思太太摇头 可是 万宁临走的时候 抱了坤哥 然后呢 沈思太太摇头 沈静元松了口气 我还以为怎么了 不就是喜欢坤哥 所以抱一抱 孤舅姐弟 也不是就不行 你就是想得太多了 才疑神疑鬼 万宁才十二岁 你没说 我没说 怎么可能就看出来 听着老爷的劝说 沈思太太也冷静了下来 用帕子擦去脸上的眼泪 真是我想太多了 想想也知道 万宁在姚家过得不好 抱一下坤哥 是因为 把我们当最亲近的人 沈静元说着 坐在椅子上 你还要照应两个孩子 关键时刻 可不能乱了方寸 真的 是他想太多了 沈思太太刚要再说话 外面就传来 坤哥清脆的声音 我要把七姐姐 做的糖给 父亲母亲 七姐姐做的真好吃 听到坤哥的声音 沈思太太脸上 立即露出笑容 让坤哥进来吧 坤哥快步地跑进来 手里捧着一个盘子 乳娘跟在后面喊着 六爷 六爷慢着些 别追他 让他自己走 这么大了 怎么捧不住一个盘子 沈静元板着的脸 不紧吃 坤哥欢叫伸出小手来 将软软的糖 拿起来送进了 沈思太太的嘴里 一咬 软软的 从来没吃过这样的糖 带着一些糯糯的味道 不似平常糖果的那般甜 而是一种淡淡的甜味 让人咬又舍不得咬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糖啊 李老爷打发人去 问李大太太的情况 大太太怎么样 下人来说 还在等姚七小姐呢 还在等 每天只要到了 姚七小姐要来的时辰 冗贞都说不出的高兴 昨日还破天荒的 下厨和厨娘 一起给她做了盘桂花糕 两夫妻坐在屋子里 一盘桂花糕吃了一晚上 细细地嚼 细细地咽 看着头顶的月亮 多少年了没这样 这样的生活 失去了再得到 恍如重活了一次 吃完了 容真和她说了一句话 我还以为 再这样和姚七小姐 是下辈子的事儿了 这样的生活 是下辈子的事儿了 真是恍如隔世 听了那话 她的眼泪不由地涌了出来 咬式的药到底有没有用 声音从旁边的 谢炎记嘴里传出来 李老爷几乎不加思索 有用 现在那人 只要一日不见姚七小姐 就会坐不安稳 谢炎记说 我从扬州找了一位大夫 让他看看姚七小姐的方子 多个人 参想总是好些 李老爷摇头 姚七小姐不开药 不开药 居然和外面传言一样 不开药 这李子年脑子糊涂了不成 这样也敢让姚七小姐乱来 真是胡闹 谢炎记忍不住地说 哪有这样的事儿了 你可别忘了 这次来太行是为了什么 李子年忍不住去看 坐在旁边的男子 穿着青色的长袍 李顺着眉眼听他们说话 阳光映着斑驳的影子 近来又出去 他却静如一幅山水 谢炎记向来脾气不好 现在更是暴跳如雷 李子年皱起眉头说 那人不会乱说 一个十二岁的女子 那就让你这样相信 你也不想想 他背后是谁 谢炎记从椅子上站起来 刚晴了的天 又开始如掉豆子般的下起雨来 不知是谁撑了一把黄色的油伞走进门 雨点打在伞上面的声音 正好淹没了谢炎记的话 屋子里的人抬起头 向院子里看去 只瞧见一把伞 和半片飘在空中的青色衣裙 雨点急匆匆地下 他却走得很慢 很自然 不慌不忙 一路提起裙子 让人簇拥着向前 两边的下人 已经将她娇弱的身影淹没 姚七小姐来了 下人进屋禀告 这就是姚七小姐 这个姚七小姐 谢炎记冷笑一声 等着李老爷 你还是不是那个不怕死的李子年 竟然被一个女子糊弄 一听 你倒是说句话呀 谢炎记急得跺脚 这是李大人的家事 崔义婷端起茶来喝 不过李大人别忘了 姚七小姐和沈家的关系 沈家是商骨 说到沈家 崔义婷眉宇中闪过了一丝嘲讽 沈家最近在泰州府收粮 商骨不做赔本的买卖 商骨只懂得讲利益 靠米延兴家的沈家 尤其善算计 姚七小姐 从一个柔弱的小姐 到有这样的本事 身后必定是有沈家 谢炎记的话没错 李子年确实应该小心 别被那些利益熏心的人利用 商骨就擅长做这些事 都歧视沈家 谢炎记冷笑地说道 哼 你别忘了 他们摊的那些草粮 要谁运出去 到时候真查到沈家头上 沈家反咬一口 老七小姐求你帮忙 你帮是不帮 李子年从来没想过这个 我千里迢迢给你找良意来 你看也不看 要我说你什么好呢 谢炎记瞪圆了眼睛 那个女子就这般的厉害 让李子年这样的硬骨头 都扶手贴耳 既然会治病 还怕别的大夫枕脉 谢炎记说 还不是怕人戳破他的把气 谢炎记话音刚落 就有下人碎步走到廊下 来不及收起手里的伞 只是抹了抹额头上的雨水就并高 老爷 姚七小姐说 既然家里来了有名的大夫 不如就请进去给太太枕脉 就这样送上门来 他自可真不小 劳烦先生 李子年向大夫行礼 被请来的大夫 让李家下人带着去了二锦院 从李家前院到后院 不过是几步路的距离 这几步 秦武却想了不少的事 他七岁跟着父亲学医 到现在已经小有名声 治病开方计 在他看来 无论哪个派系都是一样的执法 用药大同小异 开方子变卖 没有前人没遇见过的病症 所有的方计都能追稳 所缘 他知道有他治不了的病 但是不相信他会连怎么治病都看不懂 若是姚七小姐在治病 他就能看个明白 穿着青色半壁如裙的丫鬟 撩开帘子 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笑声 好久没染指甲了 墨在上面凉凉的 秦武正想着里面的人是谁 就听下人说 太太 大夫来了 然后是一个清脆的声音 那我先避一避 看着要起身的婉宁 李大太太皱起眉头 还是别看了 我有什么不好 声音有些埋怨 怎么非要来看 秦武顿时觉得脸上滚热 从来都病患请他来看病 还没有他进了门 却被人这样埋怨的 都怪他听说了李大太太的病症 突然就好奇起来 与他相熟的丁拳 来给李大太太诊过脉 说李家人都哭成一片 李大太太就像得了抑症 怎么也好不起来 这样的病不可能不要而遇 大夫 您跟我进来吧 秦武这才回过神 抬脚进了门 屋子里有股淡淡的花香 闻起来沁人心脾 窗子都开着 不时又有泥土的香气飘进来 浅蓝色的沙障 花架上摆着一盆盆蓝草 不知怎么的 看到这些就让人心中开阔起来 这哪里像是病患处的地方 下人挽起了慢障 秦武坐了下来 好半天 慢障那边的李太太 才不情愿地将手伸出来 秦武仔细地诊治 屋子里十分地安静 院子外却有吓人弹笑的声音 再摘些凤鲜花 明天拿出来我们隐染指甲 到处都是欢快的声音 只有他垂着头在诊外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秦武皱起眉头 额头上慢慢地渗出汗来 李大太太的脉象 怎么会这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武不由地抬起头 慢障后隐约有个身影 像是一位太太 这就该是李大太太没错 大夫 我的病怎么样了 从脉象上来看 脉象从容和缓 不迟不述 硬说有什么病症 就是脉象微服 秋季就算是常人 也会这般 这哪里是病人 就算是之前得了重病 那么现在这病 不但有了起色 而且是 真的要好了 病好了 他没想过会这样 真的如同李大人所说 李大太太的病好多了 不是骗人 也不是故弄玄虚 是真的好了